特別是他所精心製作的佛跳牆 更是每到過年 大家慕名訂購的搶手貨 今天他將毫不保留地 公開整個製作過程喔 那一開始要買賭 買蚵仔先錢 對 為什麼要先炸蚵仔 它材料真的很多 真的 但是這個有一個順序 油才會瘀起來 對 有聽到 這東西要有順序 這個油才不會瘀起來 對 你如果心製肉 百分之一 這整頂蚵仔 對 蚵仔一定要有的對不對 蚵仔一定要有 蚵仔才會香 我每次如果是蚵仔蟹 一香 我頭一個蚵仔就是蚵仔 蚵仔 蚵仔 蚵仔很久 對啊 六百分 來看看 那這個龍師傅有沒有比較建議的 其實你要軟嫩一點的話 是建議用那個肋排那邊 吃起來比較不簡單 小肋排就對了 對… 他媽媽這個是大排 大排 好 這樣好了 好 來 胡椒粉 胡椒粉 蚵仔粉 這個大概是一大匙的量 這裡有這個 再來… 蒜末 蒜末也大概是兩大匙的蒜末 再吃 這鮮排骨 頭一個排骨 要鮮得很香的下去擠 擠好再下去聞 這鍋子就湯口就好吃 對 其實除了這個蚵仔很好吃以外 然後它一定就是會有那種 很像類似排骨豬 排骨酥的香 對 下去燉湯的感覺 對 湯大概也是一小時 還有黑醋 來 米酒 可以 也燒大匙的米酒 很簡單 這鮮排骨 這樣才能… 其實它的調味料 都是一般家常的 對 對… 這要煮多久的時間才可以來用 這 好 這是最好煮的差不多半小時 都涼好了 它的顏色 跟這個已經有熄過了 已經有入味的 尺度有感到 有感到 對… 這鮮排骨 這鮮排骨 是韓子粉 需要幫它加一圓 對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這個 加太北粉 加加韓子粉 有什麼不一樣的說法 韓子粉的酥 太酥 太北粉的輪 對 所以你看 因為可能有些人想說 白白都是粉嘛 家裡有什麼粉 用什麼粉 但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一定要用這個有蛋白 粗顆粒的 這個韓子粉 它這個炸起來 它外面就會有一點點 表皮的顆粒 而且你用太白粉的話 它很容易怎麼樣 你知道嗎 整個湯就灼掉了 來 阿姨 我們這個油溫 差不多要多灌 這個差不多過十度 過十度 過十度是稍微 我們都不能太灌 太灌 因為我們這個有 醬油盆子的黑土 白骨酥的黑土 對 就慢慢的炸就可以了 來 所以其實像我們做這個啊 其實可以一次把這個白骨 擠一鍋 對 一半可以直接拿來吃 一半... 一半拿來做 一半拿來做火跳牆 對不對 這煮一塊多香的 對 比較鹹酥的 也就是這樣做而已 可以稍微熄起來 慢慢熄這樣 來 其實油溫不會控制沒關係 我們就火 把它開了 開到最大 它冒煙之後 把我們的瓦斯火源 把它關起來 再來就 關起來之後 你在白骨放下去的時候 保證這個排骨炸出來 就會不會下 餐廠在煎的時候 是要煎到幾分嗎 是喔 是要熟 我都真的熟 全熟 對 要全熟 而且外面一定要很燥… 很燥 很燙 所以我們這個也不能急喔 沒有我們來講一下 因為這個火跳牆… 我自己知道這個故事 是說 好吃到聽說 吃菜的小三味有沒有 小三味都會跳出來 跳翻過那個牆 吃這道菜 對 這個是野食啊 但是在這歷史 我們一定要講一下 在我們那個 清朝 富工序末年 有一個 那個 福州 有一個師傅 叫做鄭春八 這個這道菜 古名叫 福壽泉 感覺聽起來像是那種 吃到大壽的 對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 以前是放到十八九行 十八九樣 以前在那邊做的時候 因為有什麼要放這麼多 你知道嗎 是用那個 以前是用那個 紹興酒的毯子 下去放 放到這樣 放在樓上 倒到滾這樣 但是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 時代變遷 我們放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多 大概放了他說 八樣到十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吃到每一 每一鍋裡面 都沒什麼一樣 對 都沒什麼一樣 對啊 但是我知道說傳統啊 真正的 佛跳牆裡面 它就是像你講的 有十八樣 有十八種東西 而且也可以稱它為十八羅漢 真的 很有趣 煮到這樣差不多 有收 你看看這個有沒有 外面真的收 差不多收起來 現在還煮一個肉絲 但是為什麼 有煮白骨之後 還要煮肉絲 也需要肉絲 沒有分這個 來 還要煮肉絲 肉絲 跟白骨一樣 跟白骨一樣 跟蒜頭 也要放一些 調味之後 新的一樣就對了 都是一樣 對 所以它其實啊 在做這個佛跳牆的前置作業 很費工 這是每一樣東西 它都要去醃過 然後用它的這個 下去炸火 才會香 阿姨 你當初是怎麼會做這道佛跳牆 這就是做 跟白骨一樣的 跟白骨一樣 你也是跟白骨一樣嗎 對 所以你有沒有同樣飯 有 因為看這個手樓 也知道 這是中破師的手樓 真的耶 飯 好 我們這次也要煮到外面酸酸 這樣就好了 好 只有煮肉絲 看起來很好吃 對 像肉絲這樣就很香 對啊 還煮一下這順 就是竹豚掃肉絲 竹豚掃肉絲 對嗎 還有一個給它煮一下 放一些青椒 然後被青椒找肉絲 對啊 這菜是可以變化很多 變化很多 而且啊 它那個醃料的味道好香喔 它看起來好像變得比較嫩的感覺 再來試試看它軟了 你看阿姨現在要放了什麼東西 鳥蛋 鳥蛋 鳥蛋你沒有把它混成了嗎 鳥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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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至於鳥蛋的時候 油溫要比較大 為什麼 它才不會… 你油膨膨 才不會膨膨 所以把它炸鳥蛋的時候 溫度要拉高 溫度一定要拉高 然後外面馬上變成那個 有那個炸的那種花紋出來 我覺得它那個醃得很夠味耶 很入味對不對 對 然後你吃進去就是那個肉絲 那個肉香啊 你在那邊煲 好像可以當點心耶 對 要看一隻吃一隻 來 不然我今天就當作吃 是做這個鹹酥雞 鹹酥雞 鹹酥雞 我來試試看 鹹酥雞 鳥蛋要吃一顆嗎 當然… 你看看牛蛋 上色了對不對 真的耶 都不用涼粉 來… 因為過年嘛 我們要比較濕 你看一看 顏色擠得很漂亮耶 不用完全不用去抓粉 然後它可以這樣炸出來 變得就是毛細頭被打開 然後稍微炸這樣 你現在還要炸嗎 油膻 連蔥蒜跟蒜頭都要炸 都要炸 味道才會香 但是炸這個時候要注意 因為那個蔥油水分會噴 所以要比較注意 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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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上鍋之後 我覺得它外面那一層 好像多了一層保護膜的感覺 對 沒有傳統那種吃起來 感覺這麼滑溜 對 但它吃起來有一個蛋香氣 而且你那個蛋黃 就會香味就會出來了 對 來 來讓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燒蔥要擠到什麼上鍋 好可怕 對 就是顏色要重一點 對 對 這樣炸好香喔 這個就是燒蔥 重點的東西就是這個要調香 真的 你說 最重點就是 燒蔥就是燒蔥 我們那個專業的這個版本 你說的 才會燒蔥給我擠來 對不對 像那些上海菜 蔥烤烏森就是這樣 有… 它那個蔥要炸得比這邊還要黑 而且然後整個再下去這樣子 才會燜煮 那個味道真的很棒 你看 我們現在這個櫃湯 把你煮滾之後呢 煮滾 這是什麼樣的櫃子 這是整個櫃子 櫃子櫃 櫃子櫃 對 白菜也可以 對 白菜也可以 對啊 整支櫃是整支 好像炒 好像滴了滴了 要痛… 再翻這樣 一絲… 還要用水稍微塗一遍 對 你現在要放什麼 放進去 一小時的位置 然後他也把這個燒蔥啊 熱湯把它放進去 這樣味才會香 喔 對 蜜味都說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蜜味 這樣大家都咬味 真的 你看 他做二十幾年的秘密 全部都告訴你了 對… 跟你說年年過年 一定要煮一頂佛跳牆 對 你這樣燙燙就可以了 這樣先把它倒起來 來 這個把它倒起來 對 這是煮起來有雞湯來煮筍絲 放一些熱湯下去烤 不用烤多久 煮滾就可以了 對 煮滾就可以了 對 接下來 所以他這個湯頭一定要用雞湯嗎 這是大骨湯可以嗎 也是可以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你現在這是什麼 魚皮 魚皮喔 這魚皮是去菜市場買好就這樣嗎 對 這個我們自己發 他自己發的不一樣 那如果媽媽買這個乾的回來 要怎麼發的 要加一個 要下去 用雞湯去那裡 放油 打算油來 對 他就是說 要乾的回來 我們先放在油裡面的 我們叫油發跟水發 下去用油來拌 這樣開這樣 所以這個 在處理魚皮的這個部分 比較有技巧性一點 還滿有技巧性的耶 對 最簡單就是我們來市場 買人的 買人的好好的 對 他不會太費工啦 因為 如果不是山湯 阿姨這手樓這麼好的人 對… 如果想要節省時間 真的啦 比較喜歡 他這是專業的做法 對啊 阿姨自己發的耶 自己發的 對啊 早上阿姨放那個胡椒粉 胡椒 一大匙的胡椒粉 好 白胡椒粉 來 酒 米酒差不多放50cc 你看山湯 我們現在在裡面 已經有肉絲 也有魚皮 這個燒湯也一樣 要放一些 對 黑醋 還有黑醋 還有黑醋 這好像四條的 一些調味料 對… 所以這些調料在變化而已 都是基本的 黑醋 黑醋兩大匙的量 而且它每一個食材 都要有每一個食材的味道 對… 要把它炸得到位 這麼多下去問 對… 來… 這個中泡塞做的功法就是這樣 香油 來… 香油大概也是 增加香氣 對… 一大匙的量 所以阿姨搓下去 搓下去 開始搓了 真的就是佛跳牆那種禍 對… 阿姨自己找的都有船 真的 每年都一定要做 孫子要先放下去 阿姨 你放這些料 還有什麼樣的先後順序 孫西放了 再放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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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蚵子就不用放在裡面 放就對了 來…蚵子再來放蚵子 現在已經已經用孫西的包吻子 做董 有 所以意思是說 像蚵子 像蚵子 還有蚵子 白骨這種東西 都要放在蚵子裡 這樣到處去碰 再放蚵子 現在把白骨收 白骨收 我們來… 阿姨再來 是妳的 魚皮 這時候剛剛裡面有那些肉絲 魚皮 而且魚皮牠的膠質非常豐富 對… 所以它的湯頭整個 就會感覺這樣子 有膠原蛋白 對 好香喔 然後這時候裡頭 這個湯頭也很重對不對 這個有香腸有膠質 都要放在裡面 將準備好的材料依序擺入玻璃 在依個人的口味 加入鳥蛋 鮑魚 干貝 紅棗等食材 把水加滿後 用保鮮膜把它封起來 以一杯半的水 用電鍋蒸一個小時 就完成一道鮑魚佛跳牆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到媽媽 下去做的這個佛跳牆 佛跳牆 中後才的手 裡面料有夠多 山頂和海味對不對 但是我聽說你今天也要做佛跳牆 對… 伯伯都是佛跳牆 那我先不說 我這個佛跳牆 是讓我們新手媽媽的身材而已 你在家也可以輕輕鬆鬆來做 排骨粥 媽媽用排骨粥 我用這個雞肉 我們這個肉雞腿把它切成一塊一塊 成雞腿肉對不對 對 雞腿肉 因為有時候排骨媽媽 媽媽有時候不會看有沒有熟 我們這樣一大匙這個蠔油 醬油膏或蠔油都可以 然後把它稍微做個攪拌 好 也是一樣 這肉爐的味道都要稍微熟熟 熟熟 我們這個攪拌很簡單 只要用這個醬油膏 來 再來 一樣 媽媽 來 這樣也是 一樣 一樣 韓豬粉這樣壓一壓 可是它也是一樣要炸嗎 對 要炸 我們唯一只要炸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跟我們的一個杏鮑菇 對 那蝦子變炸嗎 蝦子有 蝦子有 蝦子炸 就媽媽炒到炸炸拿來用 有春的就對了 對不對 就是說蝦子一次就炸得多沒關係 這個杏鮑菇切塊狀 滾刀塊 對 炸也是一樣跟媽媽一樣 我們這個 這個杏鮑菇要先炸 因為杏鮑菇不說黑掉對不對 對 這個咬下去之後 好 比較香 對 很香 所以它也不需要裹粉 就直接下面炸 不要 這個千萬不要裹粉 可是要炸到怎麼樣的感覺 來 以後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外面有點金黃酥脆的感覺 就可以了 現在外面 有沒有 有一點點 金黃酥脆的感覺 對…有沒有 這樣 切到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好 OK 杏鮑菇先把它撈起來 尤其現在比較養生 這菇類可以多吃耶 我跟金黃酥脆的這個雞肉 媽媽是用白骨 我用雞肉這樣有沒有 熟熟之後 這個火會比較大 好 大火 雞肉也煮的才會比較熟 好 這樣把它放下去 一塊一塊讓它下去定型 對…好 來… 這樣就放下去 我們用雞腿肉 像我們有的白骨 媽媽想說白骨 他不會看會不會熟 我們就用雞腿肉來取代就可以了 也是很快 你看 所以等於是說其實啊 餐廳啊 你在家裡做這個佛跳牆 你今天這個簡易板啊 對 平常也可以做 平常也可以啊 對啊 這樣撈就不用這麼厲害 你看那雞肉有沒有 雞肉有沒有 顏色有沒有像炸雞一樣 這個是炸雞耶 手要用手勾 清水可以讓人做出好吃的湯頭 對啊 慢慢的從旁邊下去 把它加到油裡面喔 對 要小小的慢慢的加喔 這是一個重點 這還沒骨頭喔 小朋友要吃嘛 比較方便啦 去骨的肉雞腿 來… 那我這裡今天 我今天在 我們在家裡沒有那個紅的對不對 我們就用這個湯中 現在要先來放這個料 我這個料要先去 對 我這個料要先鋪 最後我們來教媽媽做一個湯頭 是很簡單做的 好 來 大白菜 要汆燙 汆燙之後就可以了 汆燙之後再鋪底 白菜那麼多沒關係喔 因為我們白菜還會燒嘛 對 會軟掉 對 會軟掉 所以媽媽剛剛是用孫溪來補充 孫溪 對 你是用大白菜 對 因為孫溪媽媽如果有說 比較不要漏 我們用白菜也沒關係 這個要一層一層的放 第二層來放蚵仔 好 蚵仔放了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雞肉 或是雞肉的雞肉 所以其實這個順序 跟這個阿姨一樣的很像 有沒有 對 它是放排骨 裡面是蚵仔排骨 然後其實就是 像你這樣的一個順序 對… 肉類的東西放在蚵仔上面 對 你看一下 一塊一塊這樣 好 再來我們就把 我們剛剛所炸好的這個杏鮑菇 都要先放進去 好 放在底部 要盡量把它補充這樣 一層一層的啦 然後讓它就填滿那個空隙有沒有 其實旁邊就有很多這個 空洞的地方 對 把它填滿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開始放其他的料 來 像我這個栗子有沒有 罐頭 打開就可以直接用 打開洗洗就可以用 好 然後再來就是炒鍋 也是罐頭的嗎 對 新手媽媽 你現在… 等於跑一趟這個大賣場 這次買起來 全部都可以買得到 我們這些東西 鋪底之後 我們現在還有放一個東西 蚵仔 蚵仔 媽媽用紅色你就要用蚵仔 用蚵仔 蚵仔就是說 燒起來湯頭 有一個清香的甜度在裡面 對 例如說我們這個有沒有 剛剛這個媽媽的魚皮 用媽媽的魚皮 魚皮把它放下去 對 因為就比如說有人 他如果不喜歡吃魚皮的話 對 其實這個豬腳 這個過年很多人買了 豬腳 對 用豬腳也可以 好 要記得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來提煎 今天我們就這樣 給它鋪滿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要自己買 或是買便利也有 菜市場有辦法 這個菜市場都有幫你發好了 對 好 好 再來就是海松 海參 你看 全部簡單 我們把海參買回來 把它切成塊狀就可以了 嗯 海參蠻黃下去 而且你就是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對… 感覺有點像擺盤的樣子 對 我們這個… 這個是有一道菜名叫 八寶魚翅啦 這個咖啡也是要泡水一下 好 稍微把它洗一下 對… 再來我們這個 開始來做它的湯頭 好 這幾樣東西下去給它炸 香菇切絲 然後蒜頭跟這個 我們的蔥都下去 那蒜頭是放整顆的 對 都整顆的 沒有 這樣把它煎一煎 煎一煎 像媽媽一樣 要黑黑的這樣 它是 味道出來 現在它放開完全走出來 有稍微 那些水比較淺 對… 好香喔 再來這邊就是 湯頭要來製作的一個重點 來 我們這個火先關起來 清水可以讓人做出好吃的湯頭 來 我們大概是拿差不多 900cc的這個 到1000cc的水 火關起來慢慢的這個水 慢慢的從旁邊下去 你把它加到油裡面喔 對 要小小的 慢慢的加喔 這是一個重點 我慢慢的加 因為它會產生油爆嘛 對 慢慢的加喔 很慢喔 你看龍師傅 很快龍師傅 對 它慢慢從這個鍋邊 讓這個油跟水 慢慢的融合在一起 對…來… 因為剛剛的油 那個溫度又很高 慢慢加下去 它的溫度降低啊 就不會產生油爆了 對…好 我們現在再來 再來加什麼東西 開始火鍋開下去 好 開始調味 那我們這裡來 我們先加這個醬油 醬油兩大匙 好 兩大匙的醬油 再加一個 再來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黑醋來 黑醋三大匙 一二三 剛剛好 好 湯頭 就是我們在家裡很方便 就可以做 再來就是 來 糖 兩大匙的糖 好 你看我們那些都剛好 有沒有 剛好 來 我們這個做起來 就是有一個比例 再來最重要還有一個 蒜頭酥 蒜酥這是要變的 對 就是外面 外面不會變的 來 蒜頭酥 大概一大匙 好 來 等一下 湯頭就是這樣就好了 阿姨 來 現在燒滾了 很簡單 來 拿起來把它倒下去就好了 來 一二三 把它醬下去 對 大大醬 媽媽有看到嗎 佛跳牆就是這麼簡單 只要用材料傳本杯 用保鮮膜封住 入鍋蒸一個小時 這行桂泥團移 艷克的佛跳牆 就有讓輕鬆完成了 還有整個湯頭 裡面都那個芋頭香耶 真的 而且那個魚皮那個 咬一下有沒有 都在裡面 我覺得我們嘴巴 都有一個黏性的感覺 有沒有 而且你看這個魚皮 原本是那種QQ的感覺 但它現在我來吃看看 好好吃喔 這個很Q的 這個有這個排骨已經定了 它有點骨肉可以馬上分離 我覺得輕輕用純明一下 這個好像肉跟骨頭都分開來了 好吃耶 真的耶 我覺得這個 中泡菜的芋頭做起來 真的 真的就是外面在賣的 佛跳牆的滋味 剛才我們在吃飯堂一樣 有沒有 對啊 就坐在那邊 就一中的佛跳牆 大家吃得很開心 對啊 很豐盛 而且你看裡頭還有這個 很快在放的 鮑魚 鮑魚啊 哇 一口就把它吃下去了 有咬勁 好吃 你的簡易版耶 對 家庭簡易版的 這算是初學者 比較適合做佛跳牆 媽媽的沒有加海參 妳的用嗎 我是怎麼放海參的 好好吃喔 真的可以 好吃 嗯 鮑魚比較好吃 湯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 不一樣的味道嘛 但是你的呢 我覺得因為你是用那種清水 要用下去沖啊 其實你的湯頭是比較清甜 因為你有放很多白菜 白菜底啊 它那個有那個菜的那個清甜味 對 在你的湯頭裡面 我來試試看 趕快趕快 趕快這是媽媽沒有的 趕快 它這個漏起來啊 這感覺滿方便的耶 對啊 很簡單嘛 就市場買一些人家做好的 絞筋來下去放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呢 兩種方法都不錯 如果你要做比較正統的 要學這個阿姨的手錄 如果你完全不會煮這個 想要試試看 或是說家裡現有的材料 可以參考我們一個龍師傅耶 沒錯